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这一次的话应该是本频道做的最后一支干笔了 因为有看我微信都知道,频道我准备停了 那最后会发一个视频给大家感谢一下 好,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先讲一下这支笔吧 这支笔是NAMISU 对,最后一支选了一支钛合金的钢笔作为一个 作为最后一支视频 首先盒子来讲的话,其实它上面这个叉叉应该是代表那个网 就是金属网的那种一个pattern 然后一个外盒,然后在里面一个套盒 然后引路远远就这样子的一支笔 然后这里应该没有,整个都是一个纸包装 非常非常的一个环保 然后吸摩器应该装在里面了 然后我我手机就不拿出来了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那会拆到另外一个视频来做 这个钛合金坚,就是常说的一个钛坚 然后我买的应该是一个 我基本上应该都是买EF坚 我没记错应该是EF坚 虽然说我长时间是开那个M坚的 但是那个很多观众都是写中文为主了 我就只好买一支那个EF坚 好,对就是最速的这样子一支笔了 那钛合金笔其实淘宝的有那个北斗的 然后还有万加的,其实选择还挺多的 还有最有名的那肯定是那个那米的 但是那个最后我还是选了这一支 第一个是价位,第二个是那个他的一个性 第二个就是怎么讲呢 笔的一个外观,体型等等的 好,那很多人会万加的那支Titanium 就他那支钛金属,其实我并没有 然后就对,我我拿这些山水的 反正就是万加的那一支的话 会比就是基本上尺寸都是我查过 就专门就是跟他平常印相交款一样 那这一支的拿米鼠你能看到就是完全是一个 日用的一个尺寸 就不知道笔握会不会很细啊 每次看国产品那个笔握超级细的 这里呢你会看到尺寸跟146和800基本上是差不多 然后非常素,那相对来讲他如果日用的话 会比万加的那个Titanium会好用 因为有时候万加的这一支的话我个人是嫌 还是有点有点大 这个我拿我觉得也很舒服 然后里面的那个弹簧也是很棒 但是这个尺寸可能日用来讲146和800会更舒服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有万加这支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这样 好那看到这个尺呃这个尺寸的话那大概就知道应该是买哪一支了 其他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呃我我不错不错 哎这笔握可以可以就是偏粗估计会跟那个什么就是跟那个那一支什么比啊那一个Dipomat 就是之前做那支铝合金杆的那个呃一样就是拿小非常硬 好比键的话能看到基本上就是800还有那个9伏6号键一样的 146的尖如果有研究过都知道是比800要小一点的那基本上这个尺寸大小的你都可以随便击尾了 反正到到了这个大小的尖的话你也通常都不用太担心笔尾的一个笔舌的一个出现 你看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了 说说直接鸡尾就可以了那笔尖的话也是大的哎非常不错的一支笔 难得是一支就是不是为了一个生产就不是为了出笔而出笔的一个呃笔握出戏真的很不错 啊难得难得可能是看了一个就是工厂出的东西太久了 然后突然看一个就是稍微有点心思的笔真的是非常开心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啊尺寸的话再来说应该是偏小的 那反正就是146尺寸我再来给你们量一下144 我当时看到官网的话反正就是感觉这支笔好像就比万家小一点 然后现在拿到时候发现哦原来是146尺寸了有时候看官网的那个数值吧 感觉就不是特别的怎么讲就是有那种感受啊131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握 我觉得看笔握是挺重要的看一下笔握笔握我我来拿一下啊12.3那偏粗的一个笔握 但是这个笔握应该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然后最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呢 这一支笔是完全不能倒叉的这个好那个重量 这样啊我之后会出一个视频就是跟不同的金属感做一个对比啊 好哇42相当重的一支笔啊用的话应该会比较累 57.1啊那看来光比官网的那个数值还稍微再重一点而且我这个是 还没有去上墨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握笔握笔握的话 我也是会补一个视频就是Jobro和Block握了因为很多国内的小伙伴呢 我发现都是喜欢Block握了但其实Block握没有想没有Jobro的用起来那么的顺了说实话 Jobro的相对来讲比较硬速写比较好Block握的话我等会试一下才知道 好了能看到了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很常见的一个 跟国产国产的一个笔握的话非常接近的一个打磨 基本上前面看到就是偏斜的前面偏斜的这样子一个打磨方式了 斜起来的话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出风 然后笔尖的话反正就大尖了我觉得没什么可以讲的他这个尖的部分 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整笔吧好不好 他这支笔你在购买的时候吧他就会讲说 这支笔是没有笔夹的它有别的笔它是你可专门配一个笔夹了那这支是完全不行的 上面写那个N那其实这个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我比较喜欢就一体一点的 但是你能看得到钛金属的加工难度是非常非常高哦 你看这里这个地方吗他车厢你看这不是他做不好 而是说他以他这个价位来讲的话他能做到这样子已经很极限了 就是钛金属是非常不好加工而且非常治上碎的一个东西了 在一支钢笔这么少的材料来讲的话 钛金属和不锈钢的差别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大 这个我到之后的金属感那个视频我会多讲一下 然后笔尾的话跟前面有呼应另外一个应该也是因为加工的问题了 你如果这么远去车条那是非常非常困难了 然后笔的话拿起来说实话非常重而且非常硬 重量来讲的话Depomat那一支的重量会稍微的好一点点 但这一支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颜值以及他的一个利落感吧 会比别的比来的更好了 因为这一种真的是颜值还有品牌等等的他都非常的到位 然后唯独我不太满意的应该是他这一支笔的这个曲线了 我个人还是喜欢就是万家的那个曲线 万家那个曲线你看就是他的这个流线型吧 会比这一支的要好看一点 我我不太喜欢拿米奇的那种就中间是非常直的 基本上就是没有弧度的那种线条啊 像这个的话有点曲线我觉得还ok 但是像拿米奇那种全直的说实话我就不是特别喜欢 我还是喜欢有点弧线的这样子整支笔看起来也舒服的很多 好然后再下来这个笔的话笔握的话也应该是太金属的 那但是万家那一支的话它是硬向脚的 所以说万家的那个握感来讲层次感会比这一支的好 因为金属笔握再配这个重量基本上就是 呃他不你基本上不用想着拿这支笔来长时间输写了 只能说呃我可能有时候签一个字那这支笔够重有质量 我觉得这样子是可以的 然后里面没有也没有像万家那个那个弹簧 我估计太和鸡那支万家肯定也会保留这个结构的 呃再下来这个它一定是一个吸墨器结构了 如果这个搞活塞的哇那就价格肯定是贵上不少了我估计 然后上面它反正螺纹等等它真的是整支应该是先吸的那样子去做出来的 看里面的套筒基本上吧你看都是没有塑料套筒 万家那支应该是有的然后它这次基本上就是一个圆条吗 呃太和鸡的那个金属条直接就是用CNC加工直接测销出来的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看就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呢 呃一体感非常强 但是这里能看到就是我不太懂为什么这边两边的一个触感不太一样 不是应该一个视觉感受不太一样 你看右边的这边我手看的话会比较深色呃左边会比较浅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两种金属 因为我现在没有那种测试容易 不然的话你低一下其实能低出那个金属成分的 平常手看或眼看不太看得出 除非是不锈钢或铝的那这种可以 那这个你看这边的硬部分比较黑这边比较浅 有点感觉这边是不锈钢的这边是太金属的 还是说反过来是两种金属的一个结合 这样子的话去减少它的一个加工难度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两边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肯定这边的话你看就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了 应该是不是同一种金属 只是说加工工艺是一样的 好那讲了这么多了我们赶紧来试写一下吧 那试写完以后然后会出一个就是bloggen 然后一个的bloggen的一个差别 然后就阿太金间还有那个blog和Joro的一个差别 还有一个就是金属感的对比 那基本上出完这几个的话 那整个频道就是正式结束了 然后我也就恢复自由身了 那也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先赶紧上磨一下 这个的话换间的话应该就是跟那一只 反正就是有它反正也是有种成嘛 那就平常的那样子上种成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种成悬开的那个方法 然后直接换上去应该就ok了 就拨间的鞋感的话我就 史密特现在好像是被 也是被那个blog给那个收购了嘛 那反正史密特的小间我觉得效果是不错 但是这几年的那个质量也是 我看很多台比了就台湾比他都换了Joro 那肯定是有他们的一个原因了 那我试了一下Joro Joro Joro 对于新手来说它是更友好的 那如果是说你不是一个新手的话 呃怎么讲呢 你对那个笔尖的一个鞋感其实也不会太关注 更多的就是主要是笔感 好 那个来写一下 那个 来 这次我淘宝找好像没有中文名吧 这写感还是Joro的比较好 就单纯的一下 当然了比200字以后会写开的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现在写这个 我感觉一般般的说实话 呃 那MISU应该是我这次还是EFNIP 我应该不会买F 我这次这次肯定是那个EF 然后压一下吧 轻轻的 然后重压弹性是有了 听一下这个声音 声音不是很明显 然后 这个写起来说实话吧 呃 偏弹 然后 有点 因为这个笔尖是弹性还是可以的 但是 用起来吧 我个人还是喜欢硬滑的 这个写起来的话 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出风了 可能可能是肩表大吧 但是这个斜感说实话 不是说不行 用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呃 看就 呃 看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墨水流动性比较高啊 好像是对好像出水是偏粗啊 而且这个斜感就跟国产比的打磨就 呃 我个人觉得很接近 就是国产比那种 常规的打磨方式 这种斜感个人来讲 不是特别喜好 就是他这个有点就是呃 我先把这个写完吧 然后再来讲吧 你看这个的话 他又没像原子笔的那个打磨啊 然后这个0.5的你看 他好像比0.5这个还要出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啊 不过今天的话 我之前很久之前吧 在那个Facebook的那个断血流的那边 就大师兄那边的看过一个视频了 然后就是说那我看到他那个笔蛇 不见得笔蛇弧度吧 然后跟别的好像不是很贴合了 那弧度不贴合的话 他导致的就是你机尾的时候非常麻烦了 因为正常人不条件 肯定是不想条件了 然后这个用完看一下啊 嗯怎么讲啊 对他有一点阻尼 但是阻尼感又没有到非常强的一个阻尼反馈 对 对 华不是 华不是 特别华 但阻尼又不是 特别强这样子 嗯 个人感觉还好还好 嗯 没有说像Jove那种那么的惊讶 可能是我主要是写英文的原因了 好那 大概就 我觉得的话还是 换一下那个百利金的或者是 那个什么 百利金或者别的别的别的笔尖吧 可能会更好一点 好那今天的那个视频就 先到这里了 有什么我漏奖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照样留言给我 好那就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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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